陈平安回到贯雀客栈 得知桂花岛啊 已经返航回去老龙城 他跟年轻掌柜的 问过了去往 同叶州中部的渡船有哪些 大致是在道玄山 哪个方向的渡口登船 年轻掌柜 世代扎根道玄山 对此如数家珍 同叶州的海域风极浪高 天然不适合渡船航行 尤其是同叶州南方地带 极为闭塞 跨州渡船的渡口 几乎都在北方 北方同叶宗 能押过玉归宗一头 与此有关 最后年轻掌柜的帮陈平安 推荐了一艘海底远游的 吞宝京渡船 由道玄山上香渡登船 直达同叶宗中部的伏击族 吞宝京在一巡后起航 陈平安就在贯雀客栈 订了一间屋子 年轻掌柜坐在柜台后 打着算盘 撇练少年背影 有些疑惑 卑贱还是卑贱 怎么木匣没了 还变成了一把陌生的长剑 他摇摇头不再多想 反正在道玄山 奇怪事才不奇怪 这不前不久就有个 中土神州的少年 武道破镜的契机 竟是一步从建起长城 跨入道玄山的瞬间 引来从未有过的天地意向 使得镜面大门出现剧烈震荡 以至于坐镇孤峰的大天军 都不得不露面 听人说呀 还亲手出手了 才压下大门的骇人动静 还有一波海上甘霖宗的女子仙尸 带了无数具蛟龙之鼠的尸体 在道玄山很是大赚了一笔 蛟龙真君是出钱最多的一位 购买了大量的金银两色蛟龙之须 以至于跟人奢账无数 但是没有人会觉得 这位道玄山真君是傻子 因为如此一来 那把本就属于半仙兵中佼佼者的浮沉 多半已经趋近于仙兵之资 而甘霖宗女子练骑士当中的一位年轻男子 顿时被视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原来啊 这位刚刚被昭叙入赘的甘霖宗幸运儿 不但被大名鼎鼎的甘霖宗庞陀仙子 相中为道律 而且被甘霖宗祖师勘验出极佳的修道资质 随后又得一位想遇南海的御林仙子 垂青结为夫妻 两位有望寄身帝仙的金丹镜仙子 共是义夫 如此良缘献煞旁人 修行路上 命好与不好 实在是云泥之别 陈平安这趟去网剑气长城 到了城头就没挪过窝 在那边的时候总觉得很多话可以慢慢说 等到被丢回道玄山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愁归愁 谈不上多伤心 担心倒是有很多 陈平安领着钥匙来到住处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放 一把剑背着 一只养剑壶挂着 就没什么外物了 之前在年轻掌柜的建议下 陈平安很快离开房间 去往客栈附近的商铺购买必须品 一部讲述浩然天下风土概况的山海志 当然是那种仙家书籍 否则买了等于百买 一页纸上啊 能够记载数十幅图画和三四千字 画面与文字如水似云 缓缓流转 一本介绍童叶州雅言英律的书籍 一本中土神州的大雅言 陈平安可不希望到了童叶州 从头到尾都没办法跟人交流 虽说童叶州必然与宝平州大致情况相似 王朝藩国之间多有官话和方言 可学会一州山上仙门与王朝庙堂通用的雅言 肯定不可或缺 道玄山的物件 尤其是法宝灵器 几乎不存在走运啊 捡漏这种可能性 这里的恋气是修为高眼力独 而且往往价格昂贵 要高出陆地大桌不少 但是有一点好 就是不作伪 几乎没什么假货 有本事在这开店的商家 几乎都是千百年的老字号 不存在什么一锤子买卖 因此格外珍惜招配名声 一颗谷雨前 只要不去跟黎珠洞天专用的金金铜钱比较 可谓极其值钱 哪怕是在神仙扎堆的道玄山都是如此 既然兜里有钱 暂时又没有什么钱生钱的法子 总不能放着发霉啊 陈平安就想着 为邻手医和谢谢两个人呢 分别购置一件实用的灵气 贵一点不怕 小宝瓶李怀和于露不需要 前两者不算修行中人 年纪还小 于露跟自己一样是纯粹无夫 至于卖东西 肯定不会 陈平安当下又不缺钱 陈平安在冠阙客栈 买了书籍之后啊 就去往灵芝斋 第一次跟青素来此游览 走马观花 看得不够仔细 多是当神仙宝贝啊 在那边欣赏 这次陈平安带了目的 就更加明确针对 加之连城 并且对炼七世境界有门槛的法宝 看也不用看一眼 陈平安希望找一样啊 合适修行雷法的道书或是灵气 要不然 就是当初张山峰机缘获得的甘露碗 能够日积月累 帮助修行之人收集天地灵气 哪怕缩小了范围 陈平安还是看花眼了 在灵芝斋子仔细细 来来回回足足转了半天 心里大致有了想法 挑选了十数样 才返回冠权客栈 晚上啊 再思量权衡一番 明天应该可以入手了 有一部旁著为孤本的雷法道书 有两种洗髓法骨的上品丹药 一种出自扶摇州玄宿宗 一种出自婆娑州香菇山 都是道家单顶一脉的名门大派 灵气则有七八样 期间陈平安无意间瞥见 三颗兵甲甲丸并排放在一只木匣内 按照旁边的文字解释 就是古渔国国师穿戴披挂的那种神人成鹿甲 但是品相啊要高出极多 而且三颗甲丸能够同时穿戴一身 披甲之人呢却不会有丝毫累赘感觉 防御之高可想而知 就是价格太吓人 三万枚雪花钱 一枚雪花钱大致等价于千两文银 一颗小鼠钱相当于一百枚雪花钱 一枚古雨钱等于十颗小鼠钱 这就是山上神仙交易钱币的千百石的规矩 陈平安记得当初在打轿山昆船上 好像镇船之宝也不到这价格了 而且这还是因为其中两枚甲丸都存在着略有破损的情况 修复的并不完善 称不上无瑕 但这还远远不是灵芝斋最贵的法宝 许多仙家法宝 干脆不用雪花钱或是小鼠钱标价 而是用上了古雨钱 有个琉璃柜中啊 漂浮着一根带着火焰的金黄色羽毛 没有任何旁注 标价一百古雨钱 而某些一看就宝光四溢 或是瞧着急不起眼的货物 连标价都省了 只写了两个字 面译 把这陈平安呢 看得直牙疼 这天晚上 陈平安决定了最终要买的两件东西 内部灵芝斋胆敢自称世间孤本 可惜残缺数十页 否则无价的雷法倒数 把它送给林守义 还有一副无法恢复成假丸状态的神人成路甲 其实两物的价格都大大超出了陈平安的预期 几乎相当于法宝的价格 陈平安想好了之后 就不再犹豫 脸色微白的陈平安 开始走装炼拳 不是心同钱 才脸色这么差 而是背负着那把老剑仙 暂戒十年的长气 陈平安遭受到 丝丝缕缕的剑气 不断的渗透神魂 一时半会儿 呼吸吐纳 绝无太多影响 可是当背着这把剑时间久了 就要吃大苦头 有点类似 崔姓老人的神人雷古事 重在累加 不过陈平安发现 十八亭运气法门 比起养老头传授的吐纳之法 可以更大程度上 帮他与这些个动人心脾 洗刷神魂的剑气抗衡 不过呀 还是会很辛苦难熬 但是这种很熟悉的痛感 反而让陈平安感到心安 第二天 陈平安去灵芝斋 购买了那两样东西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没有任何意外 唯一的意外啊 是钱货两清后 灵芝斋额外赠送了一枚 养殖美誉的小雕件 雕刻的是白牛咸灵芝 灵芝斋那边说呀 今天是一位掌教祖师爷的诞辰 灵芝斋每逢家臣 都会给一些花钱足够多的贵客 赠送一件小礼物 只是后天灵气之中最便宜的 属于富贵门庭的案头亲共 随手把玩而已 陈平安也发现 今天客人明显比昨天更多 某些在长辈护送下 离开灵芝斋的孩子 手中确实有类似 白与灵芝如意的靶劲 心中也便释然 陈平安回到灌芝客栈后 夜幕沉沉 在他走庄的休息间隙 转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转头望去 他轻声问道 谁呀 门外有男人 已见起长城的方言笑道 涮马装上 看门的那个 宁丫头啊 要我帮你捎口气 顺便给你带样东西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走过去开门 然后悄无声息地 后退竖步 好在的确是那位抱贱汉子 容貌可以掩饰 但是那份剑气的 独有意味 做不得假 男人这次前来没有捧剑 看到陈平安的疑惑眼神 他笑着说 既然职责是看门 总得留点东西在那边 所以人来了 剑放在了顺马装上边 男人是直爽性子 丢了一只 比拳头略大的小包裹 给陈平安 宁丫头送你的 除此之外 要你在道玄山 稍等一段时间 你不是有两根金色焦虚吗 我可以找人 帮你制成一把 不错的富邀索 你要是不愿意等 我就省去一桩人情了 男人自顾自 坐在桌旁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再就是 宁丫头还找人问过了 那件金色法袍 是一件品级极高的法袍 寻常的陆地神仙也难求 名为金礼 是一位龙虎山天师府贵人的珍惜遗物 与家族决裂之后 与世隔绝 先是于孤悬海外的南方岛屿 被散修侥幸获得 最后被蛟龙沟的那头老蛟 强去豪夺 你穿在身上啊 一样会合身的 毕竟是实打实的法袍 大小宽窄 能够迎人而异 拿出来吧 我帮你施展一点小法术 金灿灿的 太扎人 陈平安这次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从方寸物 拿出了那件金色长袍 这位剑气长城的参战剑仙 打了个响指 然后粗略地解释了一下 男人所施展的障眼法 与魏波拿给陈平安的 这只养剑胡差不多 依旧是地仙以下的练气士 看不出端倪 当然如果生死之战 法袍自然而然庇护陈平安 谁也不是傻子 当然会发现珠子马迹 男人离开的时候啊 拿走了那两根金色蛟龙长絮 陈平安关上门后 轻轻打开那个棉布小包裹 里头是一块长条形的展龙台 与手掌相当 关键是上边正反两面 都刻成了字 天真 宁瑶 这自然是唯有大剑仙 才能造就的大手笔 多半是宁瑶爹娘 倾心打造而成 作为礼物 送给小时候的女儿 然后宁瑶长大之后 有一天 他遇上了喜欢的少年 便送给了心爱的少年 陈平安就在冠权客栈呢 安静等待 离开了剑气长城那处无法之地 打拳呢 就又变得轻松起来 不知不觉地打完了最后八千拳 这一天 陈平安停下最后一次拳装 默默坐在桌旁掏出一枚翠绿可爱的小竹简 跟其他竹简不一样 没有刻上倦勇优美的词章 而是陈平安用来计算的小道具 何时十万拳 二十万五十万都在上边刻着大略的进程 陈平安伸出手指 细细摩梭着上边一道道刻痕 偶尔会有一些记录一千拳 甚至数百拳的技术刻痕 那些时候往往是陈平安心情最为烦躁的时期 比如那座破败古寺与齐先生分别之后 比如桂花岛那场浩劫之后的初期 等等等等 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时刻 总之 心不静视的练拳 哪怕初拳走庄再多 陈平安都不会计入一百万拳之列 就这样 一百万拳了 平平淡淡 四径还是四径 陈平安还是陈平安 陈平安收起那片竹简 这位老伙计啊 就算是谢家归天了 拣选出一片崭新的青神山竹简 打算下一个百万拳就刻在他上面了 窗外的阳光溜进了屋子 像一群不爱说笑的志同 累了后啊 他们就懒洋洋的趴在桌上 地上少年的尖头上 陈平安安安静静的坐在原地 什么都不去想 或者想了些什么 却不用记起 也挺好的 一阵熟悉的敲门声响起 陈平安立即回过神 这次没有问是谁 那名看门人见仙的一切 陈平安记得很清楚 说话的腔调 面容神色 建议气概翻来倒去 陈平安记忆深刻 哪怕是敲门声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 陈平安都没放过 出门在外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份谨慎的重要性 一点都不比全法逊色 陈平安没有询问是谁 直接就起身过去开门 果然是那位喜欢打瞌睡的见线 他进了屋子 将一根细软的金色绳索放在桌上 以老骄长须制成的妇妖所 名副其实地发爆了 我找到了道玄山的一位 道家俘虏派的世外高人 他截留了两段拇指长短的胶须 象征性地作为报酬 事实上他制造磁锁 耗费的天才地宝 肯定比这点损失要多出许多 光是从一份轻辞奏章上 小心剥落的三朵原文 就不比两节交须差 之所以说这些呀 不是跟你邀功 又一说一把了 鬼根解体 还是宁丫头的面子 这些是万万比不得的 陈平安一直没有落座 抱拳拱手道 多谢剑仙前辈 依然将配剑 搁在拴马庄上边的男子 摆了摆手 指了指金色的富妖族 粗略炼化之后 心意所致 中无境妖族都难逃束缚 只不过面对金丹 元英两境支撑不了多久 但是金丹之下 就未必挣脱得开 富妖族之所以流传天下 尤其是品相高的富妖族 是被云游四方的炼气是钟爱 就在于啊 与龙王老差不多 一招可敌 属于称得上是一招先吃遍天的上等法宝 男子突然发现陈平安脸色古怪 他问 怎么了 陈平安亥言道 我不知如何炼化法宝 我不知如何炼化法宝 陈平安 你是在说笑话还是觉得我好糊弄啊 你那只养剑狐里的两把飞剑若非炼化圆满 男子博愧是剑气长城屈指可数的剑线 他脸色凝重起来 多看了一眼陈平安腰间的养剑狐 点了点头不再计较此事 更没有刨根问底 他直接了当地说 那我传你一道炼化法宝的通俗口诀 放心 不用成我的情 这门口诀在剑气长城那边是烂大街的货色 你就当是买一送一 而且 以此诀炼化器物 好处是上手容易 坏处啊 就是以此口诀炼化为虚的富妖所 一旦被地仙强行掳走 很容易削去你不值得禁止 摇身一变 就成了别人的囊中物了 所以啊 以后遇上浩然天下的高强妖族 如非必要 能跑就跑 干脆不要拿出此物来 别想着靠他退敌啊 免得当了宋财童子 好了 我不能多呆 我以心声传授你口诀和一些注意事项 如果一变记不住 我可以多说两遍 陈平安点点头 心湖之上 脸以微啊 见先唇后嗓音 在心头缓缓响起 陈平安默默记下 见先问 记住了几成了 陈平安老老实实的说 都记下了 但是恳请见先前辈 再复述一遍 嘿 你小子倒是个不客气的啊 见先对此倒没有觉得丝毫麻烦 反而对陈平安的这种直爽有些欣赏 再说了一遍口诀 比起第一次还多讲了点他自己的心得 自然是极其高屋建林的见解 陈平安当然肯定是体悟不出 只能死机应备 男子不是拖泥带水的人 说完了口诀便起身离去 只是走出屋子之前对陈平安说 宁丫头这一代人啊 资质实在太好 好到了让所有老头子做梦都能笑开花的地步 而且不是三五个十几个 是多达三十余人 所以那座天下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而且赢了我的那个年轻大妖名头很大 未必就是百年之内最强的天才 见其长城迎来了千年难遇的大年份 这几百年来妖族一场场攻势过后 我发现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哪怕是逊色宁丫头一筹半筹的修道天才 好像一个个都躲了起来 这很不合理 所以我有些担忧啊 总觉得蛮皇天下在谋划着什么大事 十三之战不过是序幕罢了 见陈平安听得认真 男子自愁 跟你说这些似乎没什么用 你听过就算了 陈平安执意要把这位前辈建仙 送到冠缺客栈的门口 到了客栈外边的巷子 建仙无奈地说 刚说过你不客气 现在就客气声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建仙化作一道红光拔底而起 去往孤峰山脚 磅礴无比的剑气 瞬间远去 陈平安有些头疼 果不其然 客栈那边几位客人面面相去 年轻掌柜的站在柜台后边 劈里啪啦的打着算盘 看似漫不清新 其实嘴角带着笑意 自家客栈的客人来历非凡 肯定不是坏事啊 横臂生辉 能长脸的 陈平安走回客栈的时候 那几位在盗悬山 便不再出众的山上仙人 否则也不会下他一座 小小的冠缺客栈 哪怕客栈大堂足够宽敞 那些人仍是下意识地 主动让出道路 陈平安只好假装 什么都没看到 回到了屋子 开始凭借那位 剑仙传授的口诀 炼画富妖所 如同画符 依旧是无法长久驾驭 这件上品法宝 一切只在纯粹 武夫那口真气的 一股作气 气长则利大 但是不同于一张符路的制成 对长生桥崩碎的陈平安而言 富妖所的使用 要更加棘手 好在计身第四境后 唤气更加隐蔽迅速 新旧交替 远远快过之前的三境 所以富妖所的使用 可以针对中五境中的 洞府 关海和龙门三境妖族 作为压箱底的杀手锏 出其不意 禁锢住对手后 然后在最短时间内 给予敌人攻伐最大的拳法 当然 富妖所对所有炼气势都有用 只不过对付妖族 效果更加而已 这条富妖所 如果能够再配合几张阴地制宜 因人而异的符路 再加上拳法杀底 陈平安觉得底气足了不少 他花了足足三个时辰 才一点点的炼化富妖所 大功告成之际 早已大汗淋漓 好在屋内 有张吕诗不爽的 去会敌臣服 少去了许多麻烦 之后 陈平安摘下养剑壶 把他放在桌上 就对着他发呆 关于那场十三之战 宁瑶说得并无避讳 只是宁瑶愿意说得仔细 而且云淡风轻 陈平安便听着他说 一点都不敢多问 还要装着 只是听一个 荡气回肠的故事而已 甚至宁瑶会当面跟他说 爹娘走了 我很伤心 但是亲手杀敌 报仇而已 我不会多想 你也不用多想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宁瑶仰头喝着酒 一手轻轻地捂住心口 在陈平安心中 宁瑶的锋芒 在那一刻 远远比头一次见他 遇见更直白 唯一能够媲美的 是在家乡小镇 宁瑶双指辫龙 抵住眉心 如开天眼 扬言要展开 离珠洞天 这座天地 一丝金黄色渗出 差一点就要祭出 他的本命飞剑 所以 陈平安决定要练剑 要成为大剑仙 终有一天 他要在剑气长城的南方城头上 刻字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收起仰剑壶 别再腰间 最近陈平安 其实都不喝酒了 既然决定练剑 而且已经有了一部剑术正经 身后还背着一把老剑仙 暂戒给他的长气 陈平安便开始认真思量此事 甚至比起当初决定要练一百万拳 汉山拳走庄 还要来的郑重骑士 陈平安站起身 闭上眼睛 绕着桌子 缓缓躲步 剑修用剑 江湖剑客也用剑 但是两者高低 天壤知别 当初牵走毛驴的风雪庙未尽 玉仆竟剑仙 但是一剑风采 哪怕是到现在 陈平安都记忆游戒 而问鼎一国江湖的 疏水国剑圣 宋老前辈也好 死在马苦选手上的 彩衣国剑神也罢 他们剑术再高 江湖名头再大 面对山上练骑士 尤其是剑修 实在是很难抗衡 之前陈平安之所以想要去 往聚卢州历练 就是因为听说 聚卢州的江湖剑客 剑术造诣 比起宝平州要更高 高出极多 在那边啊 剑客如云 哪怕他们是山下的 纯粹武夫 一样能够跟炼骑士 掰掰手腕 想要成为剑仙 需要成为剑修 先要有一座长生桥 旧的修复不成 而且修复了 也成就有限 那就搭建一座新的 如何下手啊 去佟业州找那座 东海冠道冠 找一个如今甚至还不知姓名的老道人 老道人既然能够被老剑仙念叨 想来肯定是一位相当了不得的老神仙 剑与不见自己 还两说 陈平安绕了一圈又一圈的桌子 有次不知不觉便摘下两件壶 差点就要喝酒 好在酒香扑鼻 醉人心痞 无形中提醒了陈平安 赶紧别回腰间 老剑仙的那把长气 到了佟业州后 可以指出一个大概方向 所以陈平安才选择在佟业州 中部地带登陆 先确定南北 然后一路追寻 在陈平安思量同叶州之行的细节之时 冠却客栈来了一对夫妇 说是要找陈平安与少年是旧事 道玄山上商人祭死 这条规矩很管用 虽然也有诸多高深密法 可以侥幸瞒天过海 可一经查获 哪怕是数十年前 数百年前的旧案 道玄山师刀道人 甚至是蛟龙真军 仍是会亲自出马 所以道玄山始终是难得的 太平岁月清静地 年轻掌柜的领着夫妇二人 来到陈平安房屋的廊道 指了指方向 没有继续跟随 夫人与他道谢 年轻掌柜笑着说应该的 然后就放心离开 只是在拐角处 年轻人莫名忍不住地回头望了一眼 夫妇二人相貌平平气质温和 可年轻掌柜的总觉得哪错了 摇摇头不再多想 冠阙客栈想要重拾祖辈荣光 任重道远 每天都有一大堆的琐事 需要他势必攻击 在陈平安门外 男人埋怨道 直接在这小子的屋里出现 不就行了 何必这么麻烦 夫人一瞪眼 哪能半点礼数不讲 闺女已经是那样的性子了 再有一个你 如果我还是 真当陈平安是你菩萨呀 谁都能欺负一下 怎么 就因为闺女运气好 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就觉得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了 就你看他最顺眼了 他找了咱们宝贝闺女 运气不更好 要是有祠堂啊 赶紧烧一百只高香都不为过 夫人也是个执拗性子 一听男人说这话 便停下了敲门的动作 决定好好跟自己男人掰着掰着 省得进了屋子之后乱说话 更难收拾 浩然天下 终究不是习惯生死的剑气长城 到玄山以外 言语伤人 尤其是无心之言 很重的 自己男人操 不爱讲究这些 可他一个妇道人家 哪能毫不在乎 男人赶紧认错 行行行 都听你的 夫人狠狠地瞪了自己男人一眼 后者无奈地说 真值得错了 夫人这才轻轻敲门 柔声问 陈平安 屋内陈平安立即踱步 紧张得无以复加 额头渗出汗水 他立即喊 等一下啊 我马上就出来 片刻之后 少年打开门 换了一身衣衫 穿了那件金色发袍 地先之下 都会看作是一件雪白长袍 终于脱下了万年不变的草鞋 换上了一双崭新靴子 也是白色的 先前背着的长器 已经搁在桌上 腰间没了养剑壶 更是酒壶的浆壶 桌上也没有 竟是被少年给藏起来了 夫人和男人相视一笑 看来啊 是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夫妇二人跨过门槛 陈平安轻轻关上房门 然后问 要喝茶吗 夫人落座后笑着摇头 然后指了旨意 一张凳子 陈平安 你也坐 之前在静剑阁那边 我们夫妇二人遮掩面貌 是不得已而为之 毕竟道悬山 不是剑气长城 有自己的规矩 希望你能理解 陈平安在桌对面 正襟危坐 双拳握紧 放在膝盖上 使劲点头 男人斜撇着 拘谨万分的少年 越看越来气 这么不大气不潇洒 怎么看都配不上自己闺女 结果男人给妇人狠狠踩了一脚 她只好眼观鼻鼻关心 一切交由妇人 在妇人撤去障眼法之后 男子也照做 两人露出真容 女子绝色 男子英俊 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 才会有宁瑶这么动人的女儿 夫人看似多此一举地介绍自己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是宁瑶的娘亲 她呢 就是宁瑶的爹 我们两人其实早已经战死 在剑气长城以南 但是残余魂魄 被老大剑仙挽留 虽然与剑气长城风俗相悖 可是人都死了 还在乎这些做什么 一辈子打打杀杀 死了之后 为自己活上一次 应该不算过分 毕竟 当时宁瑶还小 说到这儿 夫人便说不下去了 男人只好顺着她的言语 接着说 宁瑶第一次离家出走 回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 夫人轻轻咳嗽一声 男人只好改编措辞 就知道了你 当时其实我们闺女还没想明白 后来知道你要帮忙送剑到道玄山 她有事没事的时候啊 就会等你 独自一人坐在那座展龙台上 看得男人心里直难受 男人犹豫了一下 脸色谈不上半点和煦 你真的能不辜负宁瑶吗 你应该知道 宁瑶跟寻常女子很不一样 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陈平安虽然紧张的汗水直流 可仍是正色 我想过 最坏的结果 是宁瑶以后会后悔 会喜欢别的人 如果那个人对她 比我对她更好 我就不再见宁瑶了 如果宁瑶一直喜欢我的话 我会努力 下一次见面 不会再像这次这样 只能成为她的负担 不管她是在北边的城池里 是在建计长城的城头上 还是在更南方的战场上 我都会在她身边 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她 陈平安的汗水 模糊了视线 赶紧擦拭了一下 她继续说 如果跟打仗没关系的时候 只是两个人相处 那么喜欢一个人 可能会觉得 她所有都好 但是以后在一起了 就要学会喜欢她的不好 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 我很小的时候 爹娘也会吵架 但是从来不会当着我的面吵 吵完架之后 我爹也会在院子里闷着 但是第二天 两个人就好了 我虽然一直觉得 我的爹娘 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但是天底下 哪有真的什么都好的人 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会努力知道 什么是对错 什么好的不好的 然后把最好的 留给宁瑶 男人一脸的呆滞 话都给你小子说完了 我说啥呀 还有 你陈平安才多大的一个人 怎么会支持这些道理 都懂啊 夫人抬起手 用手背擦了擦眼眶 然后柔声地笑道 陈平安 小时候过得很苦吧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 不说话 可是忍着忍着 憋了半天 陈平安再次皱着脸 两边的嘴角往下压 他颤声说 娘亲走的时候 苦死了 我那会儿年纪太小 我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娘亲还是走了 上山采药 典当家里的东西 烧饭做菜 挑水煎药 去神仙坟偷偷起伏 在碑楼里放好一捧野果 大半夜为娘亲 悟好背脚 问他今天好些了没有 没有用 都没有用 只是陈平安就只说了 这么一句话 就不再说什么 那是一句 否定自己的 概观定论 年纪太小 做得太少 妇人低下头 再次抬起袖子 男人叹息一声 苦难一世 世间何其多 有何奇怪 任何一个 身世坎坷的孩子 谁缺这个呀 可奇怪之处 在于吃苦二字 怎么一个吃法 人间苦难 不消说也 说不得也 夫人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她抬起头 挤出一个笑脸 陈平安 以后宁瑶就交给你照顾了 他有不对的地方 你是男人 一定要多担待 陈平安颤声说 你们是要走了吗 你们走了宁瑶一个人怎么办 夫人 夫人站起身 她微笑道 宁瑶是知道的 都知道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或不是宁瑶的娘亲才说她的好 而是你陈平安喜欢的姑娘 真的很好啊 陈平安只能点头 夫人转头望向一同起身的男人 有话要说吗 男人点了点头 夫人善解人意地说 那 我去外边等你 男人嗡了一声 夫人走出屋子 在廊道拐角处站着 男人望向了少年 沉声道 陈平安 对陈平安一只不冷不热的男人 默然笑了起来 绕过桌子 伸出宽厚手掌 重重拍在少年的肩膀 然后收起手 后退一步 依旧抬着手掌 手心朝向陈平安 陈平安愣了一下 赶紧伸出手 手掌互敲了一下 男人重重握住少年的手掌 陈平安 以后我女儿宁瑶 就交给你照顾了 能不能照顾好 陈平安 陈平安大声哽咽道 死也能 男人松开手笑道 什么死不死的 都好好活着 男人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眼 陈平安他满意地说 哼 配得上我女儿 男人转过身 大踏步离去 陈平安想要相送 但是男人已经抬起一手 示意陈平安 不用跟随 男人始终没有转身 缓缓走向门口的笑道 下次到了剑气长城 让宁瑶带着你 去给我们上坟敬个酒 报个平安 男人跨过门槛后 突然转过头笑道 喝酒怎么了 藏什么酒壶啊 世间最潇洒的剑仙 都爱喝酒 男人伸出拳头 翘起大拇指指向自己 比如你老丈人我 陈平安一直站在原地 上香楼那边的渡口 今天会有一艘 去往同叶州的 吞宝京渡船启航 陈平安在前往渡口之前 先去了趟孤峰山脚 因为没有到玄山的 入关雨排 只是在围栏外 远远看了眼那道大门 嘴唇微动 似在自言自语 坐在拴马庄上的 抱贱汉子 大白天还是在打瞌睡 只是喃喃自语 又说了三个字 相较于第一次 将近字改成了远字而已 少年临近此门 既是剑气剑 少年远离道玄山 既是剑气远 今天的泥平向少年 以袭雪白长袍 背负长剑 腰别仰剑虎 风姿拙然 少年 资无邪 最最动人 老龙城 风雨欲来 尤其是大姓之一的丁家 如临大敌 因为好像有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族子弟 祸害了一位市井少女 原本这样的事情 算不得什么 倒不是说做了恶事 就要一坏到底 做那赶尽 杀绝 斩草除根之类的勾当 而是丁家有钱 也愿意花钱 如果用钱 可以解决麻烦 无论大麻烦 小麻烦 就都不是麻烦 可问题在于 这位暴毙的少女 跟灰尘药铺 有点关系 药铺 是饭家的产业 更大的问题 在于这么点淡泊关系 有人还当了针 叫了针了 而这个人 是范家很看重的贵客 与丁家世代交好的 侯家和方家 三家之间 最近来往紧密 走动频繁 而迎娶了云林江市 女子的老龙城福家 迎来送往忙得很 根本懒得理会 这种破烂事 至于年轻人 孙家树当家做主的孙家 对此袖手旁观 大概是想要隔岸观火 孙氏祖宅 孙家树刚刚得到了一封密信 当年帮着丁家续命的那位 童叶宗修士 今天带着那位丁氏女子 重返老龙城 因为此人在童叶宗 地位尊贵 随行护送当中 就有一位元英境地先 更何况 此人本身就是地先之一 于是几乎所有人 都觉得大局已定 孙家树如今喜欢上了钓鱼 就是当初那个 大骊少年锤钓的地方 只要没有太要紧的家族事物啊 孙家树经常忙里偷闲 来这里坐一坐 他有些犹豫 不知道这次要不要赌 如果要赌 那么到底该赌多的 孙家树最近遇上了一位 来去无踪的世外高人 只用了一句话 不但让他略有瑕疵的心境恢复 而且白尺肝头更进一步 那人笑问了一句而已 你孙家树怎么确定 自己就错了 如同佛家的一声棒喝 但前提是 有会根且有积电的人才能开窍 否则就算是千百声也没有 孙家树收起鱼竿 将鱼老李的收获全部倒回河中 孙家树最终决定 这次不赌 老龙城那片云海之上 一位绿群女子轻轻跳着方格子 落地之时 溅起阵阵云雾 他偶尔拿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琉璃珠子 丢来丢去 最后他瞄准云海某地 一掠而去 双手垂放紧贴大腿外侧 双腿变拢 整个人便直直坠下 坠入老龙城内城某处 就像天上掉下了一颗绿葱 速度极快 坠地前一刻 名叫范俊茂的女子飘然落地 正是灰尘药铺的后院 掌柜的郑大峰蹲在台阶上抽着汗烟 范俊茂问 怎么说 烟雾缭绕 看不清郑大峰的神色面容 只听汉子缓缓道 欠债还钱 欠命还命 我跟李二不一样 他只找老的 我是小的老的都要找 范俊茂看着这个原本成天嬉笑的汉子 眼神玩味 狗改不了吃食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还是这样的性子 好像不严肃了一辈子 只是就为了唯一一次的认真 遥远的遥远 四座天门 三位神将都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指手 为势不可挡的叛军让出道路 唯独南边的那个 被视为最贪生怕死 最吊儿郎当的那位 不愿让开 死也不退 当然 死也不退的结果 就是死了 给人一箭定死在天门大柱之上 无论敌我 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这位神将的找死 实在让人找不出任何理由 范俊茂在心中叹息一声 他倒是很不想知道 可惜他偏偏知道 圣人阮琼已经在西边大山之中正式开宗立派 正是弟子暂时只有三人 龙须河盼的剑铺照样开 并未关门 阮琼留下了开山弟子之一的少女 他缺了握剑之手的大拇指 于是就将剑悬配在右侧腰间 改为左手持剑 阮琼的独女 秀秀姑娘 搬去神秀山的时候 据说随身携带了一只鸡笼 就那么拎在手里 让各路神仙忍不住侧目 误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灵琴异兽 后来一些去过神秀山的炼气室 事后提起这茬都觉得好笑 原来那一窝老母鸡和鸡仔 就只是市井房间寻常得见的玩意儿 于是周边山头的一些仙家门派 就觉得秀秀姑娘这是同心未敏 这才算是真正的道心 他们是很认真的 所以一些个搬迁到崭新府邸的年轻修士 也开始琢磨这里头的学问 觉得大有深意 不愧是秀秀姑娘 不愧是曾经被风雪庙寄予厚望的天才修士 果然做什么事情都透着玄妙 世事契合大道 姓谢的长眉少年听说后觉得有趣 便将这件事当作笑话 说给了秀秀姐听 阮秀当时啊 正坐在翠绿的小竹椅上 看着那只趾高气昂的老母鸡 领着一群小鸡仔 四处啄食 只是说了一句这样啊 就没了下文 浮原身后的谢姓少年 望着心不在焉的秀秀姐 他皱了皱眉头 这个动作让他的眉毛越发显长 阮穷是玉仆敬修士 又有娘家的风雪庙最为靠山 而且因为擅长驻建仪式交友广泛 所以能够以宗字头作为后缀 取名龙泉建宗 其实起初阮穷 是想执意建宗二字 屹立于世 气魄极大 但是一侧中土神州 早就有建宗存世 不合儒家定义的规矩 二来 也有前来道贺的某位至交好友 私下劝阻阮穷 在大理版图开宗立派 已经足够数大招风 就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力气过大了 阮穷虽然最后定下了龙泉建宗的宗派名称 但是内心还是有些不得劲 上山下山呢 都不爱从山脚悬挂扁额的那座牌峰经过 让大理官府领着卢氏行徒开辟了一条小路 惹来不少议论 总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这不是故意不走大道而行旁门左道吗 但是阮秀和三位开山弟子都知道缘由 阮穷对四人了解一句 将来谁能名正言顺的摘掉龙泉建宗前边二字 谁就是下一任宗主 龙泉建宗如今在大理王朝 风头一时无两 除了大理宋氏作为开山的赠礼山头 作为宗门山主的神秀山 周边的宝路山采云峰仙草山这三座山头 陈平安租借给阮穷三百年 算是早早的纳入龙泉建宗的版图 这是一笔好买卖 别人是提着猪头都找不着庙门 进了门想要真正烧香成功又是一难 所以修为不值一提 却是龙泉郡大地主的陈平安 这笔买卖很划算 加上新赤锋的北约正神魏波 曾经带着陈平安巡游四方地界 又是一张金灿灿的护身符 听说两个疏童丫鬟 腰间都挂上了大理朝廷颁发给 功勋练气室的太平无事牌 这还是护身符 有了这三张护身符 在龙泉郡别墅横着走 想必那幸运儿臣平安 倒着走都没问题 只可惜那少年消失了 据说是远游去了 多半是个不会享福的 神秀山有一侧是大峭壁 碧利千人无意义 有四字的远古牙克 是开天神秀 阮穹开宗之后 几乎每天都会有 练气室御风而至 欣赏那四个大字的风采 觉得阮穹选择神秀山 作为宗门主山 说不定是那玄之又玄的 天意神兽 可是阮秀从来不去 峭壁那边凑热闹 似乎一次都没去过 不爱动的阮秀啊 好像个子高了些 胖了一些 下巴圆润了些 阮穹觉得挺好 其实天底下的父亲 看待女儿 多半是怎么都好的 阮秀偶尔去往 神秀山之巅的凉亭 挑一个天气晴朗的光景 举目远眺 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西剑 最后汇流成为龙须河 再变成水流汹汹的铁浮江 阮秀不是喜欢看这些 西剑江河 恰恰相反 他是觉得他们很碍眼 何伯何婆江水正神 雨狮云暮等等 只要跟水沾边的诸多神奇 他自幼就不喜欢 听到这些称呼头衔 就会觉得心烦 想要像对付新鲜出炉的剑条那样 一锤子砸下去 一了百了 今天呢 阮秀慵懒的趴在栏杆上 打着哈去 梁亭外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响 阮秀转头望去 远远的走来一行四人 皆如山闻尽 阮秀瞥了眼都认得 太守无冤 一个身官挺快的年轻男人 大离国师摧缠的得意门声 一个姓曹的现任姚武都造官 还有个姓袁的 袁曹两姓都是上主国姓氏 这次建造在老祠山和神仙坟的文武两庙 祭祀供奉之人就是这两人的老祖 最后一人呢 是披云山临路书院的一位副山长 黄亭国老侍郎出身 化名承水东 实则是一条老郊 阮秀站起身走出梁亭 将最好的赏景位置让给他们 四人相视一笑 倒是没有谁太过谄媚示好 而且阮秀毕竟是一位独自出现的女子 她们不好太过热闹 你换成其他恋骑士 肯定最少要跟阮秀道一声谢 外加自保名号混个脸熟 四人呢 是相约来此下棋 吴渊要与承山长对弈 吴渊的先生 崔禅是当之无愧的大骊第一国手 吴渊跟随崔禅做学问的时候 骑力大掌 是京城有名的高手 袁曹二人 这次只是观战而已 袁曹祖煞是至交好友 是大骊双臂 可数百年之后 两姓却有点势同水火 相对而做的袁曹二人 几乎连视线都没有交流 如今大随与大骊结成盟约 双方各自在大骊批云山和大随东山 定立山盟 大骊在整个宝平州北方 可谓一家独大 黄平国在内 数个大随的附属国 都开始转为向大骊宋氏称臣纳宫 当然其中有些波折 许多士族高门都觉得此举是背信弃义 然后大骊铁记忆的马蹄声 便开始响起 马蹄停息之后 便掉了好多好多颗原本头顶官帽 或是明氏高官的脑袋 大随朝野上下 山上和江湖都陷入诡决的沉默氛围 堂堂大随 宝平州北方文脉之正统 国力强盛 竟然位战而降 割地求和 一位文坛明氏醉酒高歌 登山作父 在坠崖自尽之前 留下最后一举遗言 大随自高氏开国以来 世人受辱至此 唯有一死 可正清白 一位明洞半周的大随 祈堂国手 将最心爱的祈敦 披了当柴火烧掉 大随京城庙堂的 辞官之人陆陆续续 从不堂高官 到园外廊中 多达百余人 传言京城的六伯衙们 瞬间空了一半 不管如何 大理铁骑 开始南下了 宝平州 乱象一起 凉亭那边 时不时传来 清脆的落子声响 阮秀 来到崖畔一颗古松下 一路从地上捡起石子 然后往峭壁外 轻轻抛下 云气如大江之水 缓缓流过 天地茫茫 他突然丢了 手中剩余石子 哎呀 今天还得帮着爹打铁呢 完了完了 迟到这么久 今晚是肯定吃不着 咸肉炖笋了 有一家三口乘坐跨州渡船 由南到北 总算到了北巨卢州的目的地 一座名为狮子风的仙家门派 队伍之中 多出一对年轻主仆 一位满身书眷气的贵公子 年少书童啊 帮忙牵着一匹马 马背上挂了花陵王朝独有的 官制金银闹庄庵 书童不太乐意 一路上都没个好脸色 可是自家公子非要给人带路 他不好说什么 那一家三口涂里涂气的 关键啊 是半点眼力价都没有 虽说那对粗笔至极的汉子妇人 生了个不错的女儿 可是她生得再好看 哪配得上自家公子啊 花陵王朝 是北巨卢州屈指可数的大王朝 虽然皇帝姓韩 可谁不知道 庙堂上戴官帽子的 真要算起来 半数都跟自家公子一个姓氏啊 而且公子虽然不是家族独苗 可家族这一代就公子和他兄长二人 长兄为庶子 公子却是嫡子 所以公子便是娶了公主都委屈了 何必要跟一个睁眼瞎的山野女子纠缠不休 一户来自宝平州那种小地方的人家 真当不起公子你这般殷勤呢 书童这一路气得几次掉下眼泪 可是公子至多便是安慰他几句 依旧跟着那三人一起赶往狮子峰 狮子峰的主人 虽然是挺有名气的仙家人 可又如何呀 见住了公子的爷爷 不一样要夹着尾巴做人呢 便是风里来云里去的那些跟陆地见仙 他不过是一个半读书童 这些年沾公子的光都见住了一手之术啊 只是这位眼界奇高的少年书童 见过数位货真价实的进仙不佳 可是那座狮子峰的山主 其实他还是小去了 虽然只是石境的原英帝仙 可北巨卢州的帝仙本就值钱 没点真本事 除非是坐那逍遥市外的山野散仙 否则很难站稳脚跟 尤其是狮子峰这一位 是地道的外乡人 可在短短两百年间 几乎是仅凭一己之力 就打得花陵王朝一座 宗子头仙家没脾气 足可证明此人的战力卓绝 再者 巨卢州盛产高手 怪人 不讲理的 以及三者兼聚的 所以在巨卢州坐镇山头 最容易飞来横祸 经常有大修士 只是看你们山门不顺眼 就往山门一通乱垂 打不过就跑 打得过就拆掉你的匾额 这就是硬生生抢走 挨挨州那个北自的巨卢州 民风彪悍 朝野皆宠武 修士善战且好战 有许多喜好独行 游历的仙家豪法子弟 下山之后 故意假扮 散修野修 为的就是能够痛快出手 这里啊 剑修如云 一些个享誉江湖的顶尖剑客 剑术通神 甚至能够与山上地先较劲 所以巨卢州的三座儒家书院 相较别州 此地圣人历来是战力极高的读书人 至于学问高不高 可以先让一让 不然的话根本就镇不住 渔福书院的这一代圣人 原本名声不鲜 在书院常年身躯俭出 在土生土长的巨卢州修士 和君主将相眼中 此人又喜欢掉书袋 故而不是特别讨喜 兔子被逼急了还会咬人 何况是一位从中土学宫临行前 会被恩师赐予 制怒二字的圣人 结果有次啊 火大了 竟然有人公然叫嚣 这位圣人传授的道德学问 狗屁不通 此人当时距离渔福 书院不过咫尺之遥 然后大摇大摆离去 聚卢州仙家附和之人颇多 书院黯然了许久 终于有一天 圣人离开书院一月之间 接连打的两位元英 一位御仆静 鼻青脸肿 听说每次到最后 这位儒家圣人 都是一边往人家脑袋上敲板 立一边大声质问 现在通了没有 对方三人当然只好说通了 结果圣人次次回复 你通个屁 传为笑谈 而狮子峰的山主 则是那位渔福书院圣人 难得看顺眼的地先之一 只不过这些顶层内幕 小小书童终究是接触不到 到了狮子峰山脚的山门 书童想着既然到这了 好歹去跟人家讨杯茶水喝 可公子又开始犯上倔劲了 与那对夫妇和年轻女子 说了一句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便带着她掉头就走 小书童委屈的又差点满脸泪水 在外边逛荡了小半年 打道回府是好事 可是这走得一点都不好气呀 登山之后啊 夫人与女儿窃窃私语 叨叨了好些 无非是觉得这位富家子弟 蛮不错的 待人和气 模样也不俗 而且一看就是读书人 比起临手一懂水井的半桶水啊 瞧着就更有学问 可惜她那个女儿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气得夫人拿手指戳了一下女儿 笑骂了一句不开窍的蠢丫头 大概已经不能算是少女的她 柔柔而笑 从小到大历来如此 从来不生气 没有大笑过 除了那个名叫李怀的弟弟 对谁都不上心 夫人就经常说呀 她是软面团 谁都可以拿捏 以后嫁了人 是要吃大苦头的 当然 夫人最主要的意思 还是觉得女儿 这么软练绵绵的性子 以后嫁为人妇肯定无法持家 镇不住夫家人 还怎么贴补弟弟啊 夫人的偏心从不掩饰 好在夫人的丈夫 名叫李二的粗朴汉子 倒是从来不会重男轻女 儿子女儿都宠着 迟可惜她在家里地位最低 说话最不管用 而李柳大概是天生逆来顺寿的性子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次夫人听说 这个什么狮子疯的当家人 跟自己男人那个窝囊师父有些关系 男人保证到了这边 一家三口肯定吃喝不愁 一路颠沛琉璃 跨周过海的夫人 这才少骂了杨老头几句 觉得李二给他当了这么多年徒弟 总算有盯点用处 不然他下次回乡见住了杨老头 不骂死他 那得天天堵在他药铺后院门口 骂得那老东西每天都不用洗脸 夫人走着走着 没来由想起了无人照顾 肯定是在受苦受累的宝贝儿子 便来了气了 拧了一下身边女儿的胳膊 那个姓氏古怪的公子哥 怎么就不好了 你就没想过嫁了他 咱们就不用在这啥狮子风看人脸色 让他姓司徒的 先八台大轿娶你过门 然后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搬进他们家 再赶紧把李怀带过来 一家四口就算团圆了 李柳笑了笑 眉眼弯弯 似乎在认错求饶 又像是在撒娇 夫人最受不得女儿这副模样 便消了气 又拧了一下李柳的胳膊 只是这次下手的力道便轻了 你个没良心的 也不知道心疼自己弟弟 我算白养你了这么多年 说到这儿 善变的夫人又开心地笑了 伸手轻轻捏了一下女儿的脸颊 臭丫头的模样 是真随我 瞅瞅 这小脸蛋 多寸多翘 都能捏出水来了 背着个大行囊的李二 咧嘴笑着 可是夫人又有些哀愁 好不容易 熬到了杏花巷那个老婆娘死了 倪平巷的狐妹子也搬家了 要是不用离开小镇 该有多好 已经没人吵架吵得过我了 这一路北行走得战战兢兢 夫人只觉得自己空有一身好武艺 而无半点施展之处 实在是可惜啊 李柳的娇俏模样 不一定随他娘亲 可是李怀的沃里横 肯定是随他娘的 狮子风山顶 山主陪着一位富家翁模样的老人 后者油光满面 如果不是出现在这儿啊 不是有一位地先修士恭敬作陪 多半会被误认为是山下市井的某个小店铺掌柜的 或是那种鱼肉香里的香绳老爷 体态臃肿的老人 手腕上既有一根碧绿绳子 他嘖嘖道 杨老先生 真是心胸开阔 啊 换成是我 这种碎嘴婆娘早投胎千巴百回了 这位富家翁旁边的老者 则先锋道骨 符合市井百姓心中的神仙形象 听闻这位客人的调侃并未搭话 只是礼节性的微笑 胖老人笑眯眯的问 不说那废物金丹 只说像你这样的地先 黎珠洞天最近千年大概走出了多少个呀 如今你我是盟友 这点小事不至于藏藏耶耶吧 老仙师微微躬身 他歉意道 曹的剑线 数晚辈不能多言 原来这位富家翁 正是按照契约 前来担任李柳护道人的婆娑州剑线曹熙 曹熙又问 那李柳为何迟迟不愿修行 这又是何故啊 身为狮子风山主的老仙师无奈道 剑线可以自己问我家祖师 曹熙愣了一下 他竟然是你这一脉的祖师转师 狮子风传承才几年 你们如何能够寻见呢 老仙师犹豫了一下 似乎得到过授意 稍作权衡小心翼翼的说 自有秘法 而且不仅仅是我家祖师而已 曹熙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李柳是否自知啊 老仙师笑而不言 以示答案 曹熙泽泽道 哎哟 捡着饱了 之后 李二一家三人便在狮子风住下 是狮子风一位老管事接待 名义上是药铺养老头的远亲 在狮子风管一些杂物 他给三人一处寻常的住处 暂时没有给妇人什么活计 只说呀 需要等待几天才有结果 狮子风规矩森严 不可打扰 先师修道 切莫随意走动 若是惹出祸事 他也无法担待 妇人总觉得这些话都是对他说的 所以很是忐忑 他当然不知道 那位狮子风长发长老 在离开屋舍后 赶紧抹了一把冷汗 山主给了他这桩苦差 实在是毛骨悚然的 老人甚至不敢多看 那位名叫李柳的女子一眼 过了没几天 妇人便待不住了 说想要在狮子风旁边的小镇 找点事情做 李二便找人借了钱 打算去开一家铺子 之后某位狮子风高人 凑巧发现李柳有修道资质 李柳便独自留在山上修行 妇人是个见识短浅的 总觉得李柳嫁给有钱人才算福气 其实不太高兴 万一真当了修道的仙师 几年几十年都见不着的 还怎么给李怀好处啊 可最后妇人还是跟着李二去了小镇 租了屋子四处逛的 寻找合适的铺子 算是扎根下来 李柳当时在山脚将爹娘送别 等到两人身影消失在道路上 女子身后出现了 狮子风山主在内的所有 园英和金丹 一个个毕恭毕敬 大气都不敢传 在山主的带领下 众人齐声道 恭迎祖师回山 李柳根本不予理会 不许众人跟随独自上山 到了狮子风一处风静已久的山洞前 大步走入其中 底仙也难破开的重重静置 李柳完全不放在眼中 或者说对他没有半点阻碍 等他走出山洞的时候 腰间挂着一枚金黄色的狮子印章 曹熙站在门口等候已久 手中持有一把大小如匕首的短剑 抬起那条既有碧绿小绳的手 逼他笑道 在炼化一条枪水作为本命飞剑之前 这把短剑随我征战三百年 之后剑气不断瘟养积累 等你继身中武镜就能够随意使用 可出十剑 威力足以媲美玉仆镜剑心的权力一击 若是等你到了金丹或是原鹰 将所有剑气一次性使出 那可就是闲人静的剑修的一剑了 李柳柔柔而笑 一拍手短剑便欲入他手 随意抽剑出鞘 向山外轻轻一劈 一道剑气长虹轰隆劈去 大有开天辟地之威士 惊吓得整座狮子风修士都陷入沉默 莫名其妙就一步登天 寄身中武镜的李柳点了点头 果然如此 曹熙感慨道 见了鬼了 曹熙难得想起那个不孝子孙 曹骏如今混迹在大骊寒武之中 嗨 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再瞧瞧自己家的 气人呢 真武山 作为宝平州兵家两座祖庭之一 真武山比起游侠更多的风雪庙 投军入伍的兵家修士极多 最近一年下山的修士越来越多 有半数去往了北边的大骊 其余半数顺着各自机缘 选择投身宝平州中部一带的各国 略显冷清的真武山 最近热闹了起来 马苦玄那个登山没几年的跋扈心人 又闹出了一桩天大风波 他出手打死了一位观海静修士 具体缘由真武山并未公布 反正不是什么生死大仇 那位凄净老修士 与马苦玄素来没有交集 哪怕起了冲突 最多就是口舌之争而已 必然是心狠手辣的马苦玄 故意下了死守 哪怕有两位老祖帮着说话求情 最后马苦玄还是被禁锢在后山的神武殿 一年之内不得离开 神武殿 供奉有真武山历代祖师和十数尊无名士神器 据说历史上有过一场千连甚广的宗文浩劫 危难之际 那一代真武山宗主以布传秘书 请出了在大殿享受数千年香火的金身神器 一同下山杀敌 声势浩荡 最终一口气灭掉十数座仙家门帝 但是在神武殿禁足 绝对不是什么书疼神 只有犯下重罪的真武山修士 才会被拘押再次 最终活着走出去的 实不存一 据说神武殿供奉的那一尊尊神器 在一些传承已断的上古斋戒日 会清醒过来 拷问鞭榻 甚至是吞食修士的魂魄 真武山一处仙气缭绕的神仙府邸 一位辈分极高的兵家老祖 乍着呼呼的说 如此处置马苦玄 会不会太过严苛了点 对面一人容颜年轻且俊美 手指千细白皙如女子 正在独自打捧 面对这位师弟 近乎无理的质问 这位男子无动于衷 竟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 老人一巴掌拍在桌上 马苦玄这小子 是我生平仅见的天才 真正的天才 你要是毁了他 我跟你没完 男子刚刚年起一颗棋子 文言后默默放回其核 他皱眉道 宗子头的门派 会在某个经验天才手里的惨剧 其实不少 老人冷笑一声 可是因一人而振兴从门 一扫击毙颓势的更多 男人一摇头 修行一事 手中无措二字 否则因为一两个人 而坏了诸多祖辈规矩 获得暂时的兴盛气象 致使空中楼阁 再说了 真武山如今运转自如 并没有需要谁来拯救的地步 刘师弟啊 我劝你一句 你看中马苦玄 哪怕愿意将一切法宝 都交付于他 甚至还暗中帮他赢得那桩福元 归根结底 只是你一人的事情 我不会插手 因为这没有坏我真武山规矩 老人看着神色 越来越冷峻的年轻人 原本气势汹汹的兵家老祖 便有些心虚了 他冷哼一声 马苦玄值得真武山 为他坏一些规矩 风雪妙幽神仙台未尽 我们有谁啊 男人微笑 有我呀 老人给这句话噎得不行 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来 男人似乎觉得气氛太过僵硬 他总算露出一个笑容 行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更何况马苦玄还不是你子孙 急什么呀 为了宗门大业 行了吧 你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 说来说去 还是想着让马苦玄 日后去风雪庙 帮你报仇 那位以脾气暴躁 著称于世的兵家老祖 坦诚道 楚中的确如此 可是相处久了 我看马苦玄越来越顺眼 我家那帮不成才的子孙 一万个都比不得马苦玄 男人破天荒的附和老人 点了点头 嗯 你家那些王八崽子 你当年确实就不该生下来 可说到底还是怪你自己 管不住裤裆里的鸟 老人气愤道 你一个真武山宗主 说这种话也不臊的话 听说你最近裤腰带又没拴紧 找了个凡夫俗子的貌美侍妾 老人气焰骤降 他低声说 我是真心喜欢的女子 脚很可爱 山上那些狗屁仙子实在溺外 你喜欢就好 真武山现在的风气真要改一改 尤其是最近百年收取的弟子 心心极差 不过是得了一个马苦玄 就让他们鸡飞狗跳 道心大乱 一个个背地里边说着酸话怪话 比市井长蛇妇还不如 男人摆了摆手 不是道心大乱 是这些人的道心本就如此不堪 你不管管 那我要不要管管他们的吃喝拉撒 管管你的裤腰带呀 老人翻了个白眼 放心 马苦玄死不了 男人挥挥手 重新开始打破 兵家老祖哈哈大笑 猛然起身 师兄你也真是 早说这句话 我何必跟你磨叽半天功夫啊 男人头也不抬 你裤腰带松了 师兄 你还是这般爱开玩笑 哎呦一声 老人慌慌张张 赶紧施展神通一闪而逝 原来是男子 在挥手之间 就让一位 原英帝仙的裤腰带粉碎了 而且后者 毫无察觉 若是有心杀人 在宝平州眼中 真武山强在世俗王朝的影响力 论个人修为和战力 风雪庙的诸位兵家老神仙 要强出真武山一大劲 曾有人笑言 两座兵家祖庭 如果各自拉出十人来捉对厮杀 强者如临的风雪庙 能够打得涉事极深的真武山汉祖宗 男人放下了那本 早就烂熟于心的老旧旗谱 齐谱名曰 关子会 记载了历史上 许多著名的关子局 男人当下打谱那一局 又名为彩云局 对异双方 一位是白帝城城主 一位是西年的文圣首徒 男人轻轻叹息一声 后山神武殿内 马苦玄盘腿坐在一尊 居高神像的头顶 一只黑猫又坐在他的头顶 一人一猫一神像 黑猫伸出一只爪子 轻轻挠着马苦玄的脑袋 马苦玄不以为意 他从小就与黑猫相依为命 奶奶去世后更是如此 左手边一尊金身木雕神像 眼眶中漠然泛起金色光彩 轰然而动 巨大神像缓缓走下神台 环顾四周 最后看到了居中神像头顶的马苦玄 神像走到了大殿中央 转身面向少年羽毛 身高三丈的神像 单膝跪地 马苦玄仿佛对此习以为常 只是像以往那样出声提醒 回去之后 记得守口如瓶 这尊木雕神像 微微点头 起身后大步前行 跨上神台 站在原位 金色眼眸 很快失去色彩 既然不动 大殿门窗极高极大 光线透过窗户缝隙 洒落在大殿之内 灰尘因此得以瞧见 马苦玄突然自嘲 法宝太多 幅员太厚 也挺烦人呢 黑猫抬起只脚 轻柔舔着脚掌 马苦玄后仰躺下 黑猫一个蹦跳 在马苦玄躺下后 刚好落在他胸口 全驱起来 很快酣睡 黑猫时不时 换一个更舒服的 蜷缩姿势 马苦玄翘起二郎腿 一只手扶摸着 黑猫的柔毛 想起真武山上 那些阴阳怪气 和屈炎覆势 觉得有些无趣 你们不喜欢我 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不喜欢你们呢 大殿空岭 唯有一人一猫的 轻微憨声 那些神奇的金身神像 依次排开 像是在忠诚守护着 高高在上的君王 年复一年 千年万年 关湖书院的贤人周举 没有跟随自己的 圣人先生 去见去卢州的 那位道家天君 他怕自己忍不住 会对那个叫 解实的家伙出言不逊 只能害得先生为难 先生离开了书院 肯定打不过天君解实 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被解实一巴掌拍死 难不成还要代替学生 跟外人道歉 所以周举来到了 打轿山昆船 坠毁不远处的一座山头 根据记载 冲天剑气 正是从此而起 击毁了南下老龙城的那艘昆船 死伤惨重 中午静以下的乘客 几乎无一幸免 周举在山上搜寻五谷 没有半点蛛丝马迹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为这桩货事 瞎子都看得出来 是幕后有人处心积虑 栽赃这个宝平州 最具实力的强大王朝 但是周举想不明白一件事 堂堂去卢州的一州道主 为何愿自降身份 蹚这一趟浑水 甚至不惜与关湖书院 短兵相接 如果持续下去 天军谢时 极有可能成为 宝平州全部练弃士的功底 难道你谢时 真当自己是道祖 坐下二弟子啊 周举不觉得大离宋氏 请得动一位别州天军 这些天风餐露宿的周举 打算下山了 听先生随口提起一事 最近半年内 婆娑州 同业州和福瑶州 三个地方 出现了许多 失川已久的 五主法宝 甚至还有几件 半仙兵的身影夹杂其中 引发了巨大震动 无数山泽野修 蜂拥而动 根深蒂固的仙家豪法 更是不会放弃这些 莫大机缘 一时间鱼龙混杂 豺狼结伴 周举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对接下来的世道 更无兴趣 也没注定是读书人 安心读书更难了 这样不好 周举抬起头 望向天空高处 我周举 关湖书院的小小贤人 周举然 尚且可以发现断倪 比我家先生 更畏惧高位的你们呢 周举黯然下山 懒散云游 或御风或徒步 最后走到了一处热闹集市 喝了碗热腾腾的酸辣汤 周举顿时笑竹颜开 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摊贩的女儿 正直妙龄 肌肤微黑 却犯着健康的色泽 他偷偷地瞥了起眼周举 家乡读书人不多 长得这么好看的读书人 就更少了 他觉得呀 能多看一眼都是好的 于是周举 多要了一碗酸辣汤 陈平安登上那艘去往同叶州的吞宝经之前 专程去了趟香楼外的集市 买了一支香筒 里头装了八十一根道玄山特制的三清香 清香扑鼻 无论是礼敬神灵还是焚香敬心 都是上家之品 就是价格不便宜 一枚小鼠钱 也就是一百科学花钱 之所以破费 是陈平安想起自家落魄山有座山神庙 以后若是有朋友到访 不妨拿出此香送给他们 特有诚意 神香好香 到底是件美食 除了这支上香楼的香筒 以及之前在灵芝斋 重金购得的两件宝贝 陈平安还从境界格外的铺子 买了一套婆娑州单亲圣手临摹的剑仙图 总计十五幅图 每幅都是大长卷 绘画有二十位剑仙 每位剑仙在画卷上不过长一寸 栩栩如生 飘然欲仙 剑仙图的出版是一位画家祖师爷 在建起长城观战后的大手笔 之后被磨刻无数 境界格的剑仙人数太多 这套名为石曲版的剑仙图 也只是按照单亲妙手的个人喜好 选取其中百人 当时店铺还有数个版本 价格悬殊 又以石曲版最为昂贵 陈平安仔细对比之后 发现还是这个石曲版的锁慧剑仙 最合自己心意 便一咬牙买下来了 这笔开销真不算小 足足五十枚小数钱 没开眼效的店铺掌柜 不知是高兴遇上了冤大头 还是由衷觉得陈平安有眼光 说了些关于剑仙图的奇人去世 说天底下有好几位剑修 都是无意间获得了早期剑仙图 临坐的残卷 就悟出了各自画卷上 那几剑仙的真意 一步登仙成为大名鼎鼎的陆地剑仙 这一套剑仙图啊 陈平安打算以后作为贺礼 送给圣人阮穷 当时离开家乡龙泉郡 阮师傅尚未举办开山立宗的庆典 现在啊应该已经办完了 五十枚小鼠钱 对于阮穷而言肯定不值一提 不过好歹是从道悬山 带往大骊龙泉的东西 隔了千山万水 多少有点理清情义重的味道 人靠衣装 马靠安 陈平安一路走向上香渡 竟有数位妙龄女仙师 瞅了他几眼 瞅完之后再看一下那种 不是一扫而过就算了 陈平安这趟同夜州寻道之行 比起道悬山送剑之行 心思要更重一些 确定那些年纪轻轻的女子练气室 并非心怀恶意之后 便不再多想 上香度比捉放度要更大 但是腰悬登船玉佩的陈平安 却没有看到那头 必然身躯庞大的吞宝金 倒是看到了一头 背甲上建有亭台楼阁的山海龟 以及一辆由青鸾仙鹤托拽的巨年 还有山海志上记载 浮瑶州独有之物 一座绿树阴阴的小山峰 就是不知道飞来山 还是飞去风 相传这类山峰灵气凝聚而成的山根 是世间蛟龙的大捕之物 远古陆地大礁的走江画龙 在选好某条通海大毒后 还会请人搬过来一座座 飞来山飞去风 丢在水畔 为的就是能够及时进食 防止筋疲力尽 气血豪杰 陈平安才刚开始学中土神舟的大雅言 温路一事注定是鸡同鸭甲 实在不行的话 就只能拿出竹简刻字问路了 好在陈平安找到了几位悬挂 相同样式的渡船乘客 便默默地跟着他们 走了一段路程 很快来到一处人头攒动的地方 陈平安松了口气 结果左边尖头被人轻轻一拍 陈平安直接转头望向了右边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人见陈平安没有中计 显得有些无趣 懒洋洋地说 怎么 你也是去往同叶州的伏击宗吗 这么巧 你该不会是对我有所图谋吧 垂涎美色 恶人先告状 陈平安对此人印象不好不坏 头戴朱钗 身穿粉裙 腰际彩带的 貌美男人 如果说 一起从老龙城乘坐桂花岛来到道玄山是缘分 那么又在同一天从道玄山去往伏击宗 极有可能是心怀叵测的设计 这位曾经被看门小道童打出上香楼的陆姓子弟 明显也看出了陈平安的戒备 他拍了拍腰间那块吞宝精颁发的登传玉牌 哈哈笑道 如你所想 我这次去往伏击宗 是守株带兔 专程等你 这一算哪门子的开诚不公啊 陈平安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是在心中打定主意 绝对要对此人敬而远之 这家伙不但模样如女子角色 嗓音也清脆悦耳 难分雌雄 之前无意间一起游览桌放亭 他的言情举止 一看就是性子跳脱 不按常理形式的人 陈平安虽然不反感此人的装束 性情和癖好 但是也不希望有人打破自己平静生活 那人双手腹后 食指交缠 下巴微微翘起 眯眼望向陈平安 姿态娇柔 比女子还要风流 他柔声说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都要把真相说出来 我呢 姓陆 明台 陆地的陆 上阳台的台 是中土神州的陆氏子弟 在家族内不怎么受待见 就自己跑出来游历天下 走了浩然天下九大洲里的五个了 原本我是不打算去同叶州的 可如今实在囊中羞涩 就想着能找到个蹭吃蹭喝 又不济予我美色的好人 我觉得你就是 反正已经欠了你一枚古语钱 不介意多欠一枚 说不定到了同叶州 我路上踩到狗屎 就能把钱还你 顺便还可以挣到回家的路费 自称陆台的他 见陈平安面无表情 显然根本不愿意相信他这套鬼话 他叹息一声 好吧 实话实说 我出身阴阳家 金鱼占卜算卦 兜里没钱是真 挣不到钱是假 但是我欠了你一颗古语钱后 给自己算了一卦 是东游吞宝 铜叶封侯 上上卦 此卦的意思很粗浅 但是以防意外 我仍是在这儿待了足足两巡 这就是之前我说 守株待兔的由来 最后见到了你 我就知道 这趟老祖宗显灵保佑的 同叶州之行 不去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陈平安没有恶语相向 更没有流露出丝毫不耐的神色 而是用一种打商量的 和善口气询问 陆公子 你循着大吉挂象 去往同叶州 我当然不会拦着你 也拦不住你 但是你我二人 能不能各走各的 若是陆公子 你急需钱财 我可以再借给你一些小鼠钱 他突然打断了陈平安的话 语气神色俱士 天然妩媚 什么陆公子 为了少些麻烦 你喊我陆姑娘就行了 不然别人看我的眼神 会很怪的 陈平安头皮发麻 你既然介意别人看你的眼神 怎么就不介意我如何看你啊 陆台竟是开始撒娇 陈平安 心情好 烧我一成嘛 我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对你有任何坏心思 就被天打五雷轰 被丢进雷泽泡澡 被镇压在碎山底下 被拘压在深海龙宫的熔炉之中 被流放到万里无人烟的荒凉秘境 嘴声鬼话连篇 他还伸出一只比女子 还要修长白皙的手 试图扯住陈平安的一条胳膊 陈平安一身的鸡皮疙瘩 顾不得什么客气不客气了 拍掉露台内之手 义正言辞的说 公子 陆姑娘 请自助